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0號 我們今天要來教各位怎麼除草 我老爸剛好在除草 說要幫忙介紹一下 那我們就來跟各位介紹這個除草 那首先我們看到這身後 其實這是菜園 菜園的兩旁有可能會有雜草 像上面也有可能會有雜草 除這種雜草有一個比較有機的方法 剛好我老爸要做 說要介紹給各位看一下 你現在看到身後 我老爸用的那個是一個瓦斯爐 你把它做成一個瓦斯噴槍 你這樣子一直燒 它就會造成把這個植物給燒死掉 我們來看一下 OK那這個就是一個除草的一個過程 那各位如果你如果想要用有機的方式 把這個雜草處理掉的話就是 你先把整個農田呢 農地呢整理乾淨之後 那上面會有一些小雜草呢 你可以考慮用噴槍呢 果槍呢直接把它燒掉即可 我們今天呢就是請我老爸示範這個除草的過程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各位有需要學的話 有參考以上的教學去處理即可 感謝收看 再會